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聽大叔聊古典 我是玉婷 我是彭博 今天呢 這一場訪問 我覺得對我來說意義蠻重大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怎麼說 你也可以不用問 不要再笑場了 可以嗎 好的 最主要是今天的這個主題啊 它也是關係到我過去成長的經歷 就是息息相關的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我在這個錄音的地點啊 我做過非常多的事情 比如說 大哭 你知道嗎 真的啊 以前我們就在這個空間裡面考試嘛 那萬一那天 我要是沒有考 第一名的話 我就會當場落淚 好爛喔 好爛喔 我的天啊 但是你就可以想像 我們以前在這邊就是 對自我的期許 天啊 我覺得 好像擔心那邊講 每一句話都會就是笑場 我先跟觀眾說明一下 我們現在人在哪裡 好 我們現在在武林高中的 這個音樂班的 大合作教室 對大合作教室 這邊是喔 等一下如果大家有聽到一些鋼琴的聲音來 就是隔壁的琴房在練琴 不要太意外 我們沒有什麼其他的效果 好 所以我就是說在這邊啊 考過試啊 然後跟有我的青春回憶 但我真的沒想過會來這邊訪問 嗯 那我們今天訪問的對象呢 就是 可以延續我青春美好回憶老師 音樂班組長林怡君老師 我們來掌聲歡迎他 老師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很榮幸可以邀請到林老師 那一開始我要問一個萬年題 就是 彭博 林老師是怎麼認識的 路邊撿到 路邊撿到 不是不是 事實上我們是在那個交流網站上 什麼 沒有一開始我就是帶音樂家來嘛 可是總是要有一個 比如說你先發E-mail給五零樂班嗎 而且你當時應該不只發一間吧 對 因為音樂家帶來了嘛 那除了演出活動之外 其實有些音樂家蠻想 就是跟台灣的音樂學子交流的 所以我那時候當然就 接收到這些訊息 我就開始每個學校丟 或者是打電話 丟E-mail 就是問每個學校的音樂班主長 對這樣的活動有沒有興趣 那當時給我積極回應的 其實 積極回應 對 其實並不多啦 說實在 所以我很好奇 你是丟了時間去找 然後直接回你嗎 Only One嗎 一開始就要這麼尖銳就是 是不是 其實也可以讓他們 由之所警惕 為什麼 這一集 我太猛烈了 這一集可能要衝三位 我都不敢說話了 我 所以是誰沒回你 不能講 不能講 事過境 已經好幾年了 對 那我們 大家還是很想聽聽 林老師當時 一開始 承辦這些活動的時候 為什麼學校會願意來做這些學業之外的事情 其實剛開始我六年前擔任主張的時候 其實剛開始有一些想法 就是覺得說音樂班的孩子他其實是需要一些刺激的 那這些刺激呢 事實上並不是說來自於自己的個別課老師這種刺激 因為我覺得 其實如果台灣要走國際化的話 其實你必須要在這個所謂的國際視野上面 要有一些機會 給這些孩子 那為什麼特別有這樣子的感覺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你們也知道說 學音樂 越小開始越好嘛 那 可是他們從小所接受到的刺激 可能就是在琴房裡面練琴的這種刺激 頂多聽音樂會 可是那時候彭博跟我聯絡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個想法 欸 孩子們有沒有去聽音樂會 如果說你現在 對 這個很奇蹟的問題 現在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快撐不下去 所以也就是說 我記得我小時候我的老師 他曾經有說過一句話 說你們這些學音樂的 如果再不好好經營你的這些聽眾 以後呢 獨奏會真的就是你一個人在上面彈的獨奏會 十個人就客滿 一百個人就爆滿 對 我想現在應該也是有這樣子的感覺在 其實 所以那時候的想法 我是覺得 我也沒有預設說 欸 邀請這些大師來 能夠會有什麼樣子的一個目標 或者是效果 事實上就是邊做邊看 了解 所以那時候我也就是彭博寫信給我 我記得是打電話 應該 對 是直接就打電話 OK 然後我想他應該也被我嚇到 就是說好啊 沒問題啊 因為聽說之前好像就沒有這麼 對 通常學校其實要承辦一個校外的活動 相對是蠻保守的說實在 我講職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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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經驗啦 就是 畢竟要花比較多心力啦 對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了 這個所謂大師班活動的一個辦理 那剛開始真的沒有預想說 這個大師班的活動辦下去 會有什麼樣子的效果 就只是單純希望給孩子們一些刺激 那其實也是看到這些做藝文界的朋友們 真的是想要生存 真的要大家一起互相幫忙 我們是覺得那時候的想法 以前在那個大師來這邊的時候 真的就是剛開始做大師班的時候 我會覺得武林對我來講 是北部的所有學校當中 真的是相對活動量啦 然後頻率啦 然後學生參與的積極程度啊 都是我看過是比較有個樣子出來的 就是毛起來辦的 那我知道除了這個大師班之外 其實武林其實今年還有像初校藝術家 或者是說其他的還有哪些活動 是在您的任內 你逐步的建立起來的 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有多少時間可以講 因為其實 對 其實最主要是從大師班開始 那大師班它其實是 對我來講是一個蠻大的一個刺激 對學生也是 那很多人會覺得說 對你的刺激是 所謂刺激 我會覺得 雖然說我們學生 平良心講程度是有好一些啦 跟其他學校比起來 可是當學生在開始上大師班的時候 他或許當下 OK 覺得談得還不錯 然後大師也覺得 他的確是一個可造制裁 可是之後呢 對 所以我就會覺得 大師來一次好像不是那麼的有效 如果可以的話 他可以來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這樣他慢慢的也可以看到 台灣這些演奏人才 或者是學音樂的這些孩子 他們的一個學習過程 對一個進步過程 所以 其實也非常謝謝彭博 是我們大師班的衣食父母 因為有他 不斷一直供貨 大師班 貨員充足 貨員充足 對 所以是從這樣子的方式 開始慢慢的去思考 台灣的一些教育制度 或者是音樂班的一些專業課程 怎麼樣去活化 才能夠達到在地人才培訓的這個目的 不過講到音樂班 對我覺得我自己在這個行業的十年內 其實看到音樂班這個名詞 一直有很大的變化 就是一開始我覺得好像我遇到的 那種老一輩的音樂班的觀念 大家就學音樂人都會進到音樂班來 然後在音樂班可能大家就是 拼著就練習啊 然後什麼考試 然後希望可以上師大或北一大這樣子 但我自己在做大師班的同時 尤其這三年 讓我很大的感覺是 有很多來接受大師班指導 尤其是私人課的 這些學生們 很多都不在音樂班裡面 對 很多人反而都不是音樂班 都是普通班的同學 對 主動來報名上大師班的課這樣子 這點其實讓我有一點錯愕 說實在話 一開始有點想 我想怎麼不是音樂班的人來報名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音樂班的 不管在規模 它有在那個 詞 就是 詞跟量其實都有一些變化 應該怎麼說吧 就音樂班這個名字 因為這個名詞 其實在台灣的音樂史上 其實它佔了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 但這幾年我真的是覺得 好像有什麼不一樣 那我們想聽第一線的觀察 對 因為其實這幾年來 有一個相當我認為是一個敏感的話題 很多人都認為是燒子化 所以導致音樂班進入不散 或者是音樂班要來念的人不多 可是就我們在第一線看到的 其實學習音樂的學生還是有 還是有耶 那時候我就在思考 為什麼他們不進音樂班 對不對 那麼多人 你外面才藝教室一間一間還是在開啊 聽說桃園好幾間那種學生收到滿到棒 然後繼續開 對繼續開分店 我知道還有新開的 對還是繼續開分店 而且都是開在那個 桃園的信義區的那種 對 學音樂的小孩是滿多的嘛 對 所以很多人就覺得 是燒子化燒子化的關係 其實我覺得並不全然是 第一個我們可能先從 你看音樂班 比如說我今天是個家長好 我考大考我考音樂系 只需要把主修顧好 副修顧好 那音樂班的課程裡面 一個禮拜主修也只有一個小時 你說在音樂班裡面的學生 對 他的術科的就是 比如說他主修是鋼琴好的 對 他在這個一個禮拜的時間裡面 只有一個小時的鋼琴課 對只有一個小時 就是在正規的課表裡面 是只有一個鐘頭 那家長可能會覺得 只有一個鐘頭 那我在外面 那有差嗎 當然是對家長來講 會覺得他在外面上課就好 對 還有一點就是我們大考的時候 也是看演奏 也是看主修跟副修的成績 那當然有所謂的三小科 可是三小科的比例非常 三小科是指什麼 樂理啊 試唱聽起來 和音樂史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三小科 那可是因為他的比例 還是相對的少 所以一試定江山的就是你的主修樂器 甚至現在很多學校也都不看副修樂器 真的 連副修都不看 有很多學校幾乎都不看副修 所以整個大環境的變化 導致說 反正我還是看我的演奏能力 我沒有必要進音樂班 去接受其他大班課的一些洗禮 我一樣可以照樣考上所謂的音樂系 所以這個是一個我觀察到 比較重要的一個問題在這邊 所以音樂班的吸引力就沒有這麼強 對就是第一個 在吸引力上面 因為現在目前大考的模式還是這個樣子 那第二個 你音樂班有沒有端出一些可以造就 所謂的音樂人才 專業人才的一些課程 如果像我們以前 現在可能又要提到課綱 最近大家一直對課綱有一些想法 那以前的那種訓練方式就是 上課上音樂史就音樂史 反正就是比較知識化的一些想法 可是因為現在時代的改變 孩子們也對於這一些知識的吸收 可能也會比較不滿足 所以他們會希望在課程上獲得更多 那假設你在音樂班的課程 如果沒有端出一個 比較活化的課程內容的時候 他會認為那我一樣在外面 就可以得到這些 而且甚至樂禮也可以上 外面上教育課 所以你音樂班存在的意義 是什麼 可能每一個進音樂班的老師們 可能這個我覺得是需要可以去討論 跟思考的 那如果今天其實在高中端 已經算是一個人才分流的 很重要的一個地方嘛 所以你進來高中音樂班都要經過考試 這就是我所謂的人才分流 既然你都已經決定要走這一條路 你就應該是學校必須要有一些支持的課程 讓你能夠在音樂班裡面念完之後 不管你是要走獨奏路線 走室內樂 或者是走跨領域 對 或者是樂團 甚至數位音樂等等 你都能夠在這個音樂班的課程加工裡面 去獲得一些基礎素養或能力的話 我相信慢慢的可以感受就是回流的這個人潮 不過這也是一個理想啊 要大家一起來 不然的話講很容易 對 講非常的容易 畢竟大方向已經往那邊走了 我覺得要再拉回來 很花力氣 對 所以其實在普通班 蠻多厲害的 在一些普通班的同學們 看到他們演奏上的這種 受到大師稱讚的比例 其實比音樂班的還多 對 像我們學校就有一個唱笛吹得非常好 可是在普通班 對 之前好幾屆也都有 所以常常聽說 我是上次常聽熊中的組長說 現在就是因為 省賽跟市賽不是分AB嗎 AB組 B組成績比AB組 對 反而普通班的同學們的表現 那個成績竟然是比音樂班的成績還高 對 怎麼會這樣 我覺得音樂班的孩子應該要受到一些刺激才對 沒有嗎 這個應該有被刺激到吧 有 我覺得武林的學生那種企圖心 對 可是刺激不夠 刺激不夠大 真的 對 因為他們可能在音樂班的一個體制之下 比如說同學 哪幾個考音樂班音樂系都是自己的同學 對 所以他會認為競爭對手只有這些人 然後又加上現在大學也很好考 所以這都是因素啊 整體的競爭力降低等等 對 但在音樂班裡待著 畢竟就是有同儕 就大家都是學 比如說同樣的主修 同樣什麼 其實我覺得 應該是會比較好交流 或者說你有個伴可以跟著你一起 不管是競爭或一起進步這樣子 平良心講 音樂班出來的孩子跟普通班訓練出來 普通班自己在外面上課出來的孩子 其實還是有一些差別 對 因為畢竟 至少以我們學校來看的話 因為我們的課程都相當的活化 所以會針對說你在演奏上所需要的一些能力 然後藉由一些理論課程啊 大班課程讓你能夠在思想上 或者是思考上能夠更多元一些 我倒是蠻好奇 剛剛老師提到說像音樂欣賞 怎麼樣讓這樣的課活化 就是目前的狀態 是說會請不同的老師 他們還是說是能跟其他的課程結合在一起 我所會活化的部分 比如說以音樂史的課程按說好了 早期我們上音樂史的課程 可能就是有點像補習班的上法 就是重點節錄 我印象最深刻 我以前在帶音樂班的時候 我好好的跟他們講音樂歷史啊 從微音附近開始 慢慢開始講 結果底下碎層影片 可是當你跟他講 筆拿出來 筆記拿出來 開始操 哇每個人全部醒來 開始操重點操不進 所以那樣子的一個學習方式 其實我覺得可能也是因為考試影響的 因為聽起來好像我自己在大學歷史系裡面上課 對 因為音樂史也是歷史 他們就是會覺得 哇你好像補習班名士喔 所以就補就跟他們拿起來長 然後那精神就啦 了解 所以我覺得在這樣子的一個教學模式底下 可能產生的孩子 他真的就只是一知半解 所以這幾年來我們是有搭配所謂的大師班 或者是專題講座 讓學生知道你今天念的巴洛克時期的東西 那你怎麼樣可以運用在你的演奏 對 實際演奏上 對 那你說有關係嗎 當然有關係啊 你不能把莫扎特彈得像 像整個布斯基一樣啊 那你如果連自己彈出來是什麼風格 你都沒有辦法掌握的話 我相信我們的人才的確是會斷層下去 所以這也就是我所謂的講 就是音樂史的課 我們可能讓他活化 那活化的重點是放在孩子們要主動的去思考 我覺得這也是鑫克剛 他一直在推崇的一個精神 對 那你覺得現在音樂班學生的程度啊 跟十年前的相互 為什麼要這麼像 是真的有差嗎 我們在外面都聽到說有差有差 但是 或是說差別在哪裡 就是有差 本來就是有差 Worse 沒有 我的意思不一定Worse 或是特色 就是不同年代的小孩真的有不同的特色 有 其實有蠻明顯的差 因為經常聽辦公室的同事在講 罵學生 我在你這個年代 我都可以考上台大外文系 你們現在怎麼連個什麼系都考不上 連音樂系可能都有點奇跡可危 所以其實它反映出一個現象就是 十年前的孩子他們真的就是還是學術科相當的 平均就對了 了解 那最主要是國中升高中還是會看學科 可是我忘記在哪一年開始 國中升高中這個學科學歷 就變成是一個門檻 那你知道嗎 國中升高中學歷是個門檻 就說 你要過那個門檻 過那個門檻 那你知道門檻是什麼嗎 就BR 就很簡單的 BR字到多少 對 所以就變成說 有一些學生就會認為 好像感覺起來術科定江山 所以在國中應該要學習一些基本知識的時候 可能就會把時間花在一直練琴上面 那不是說一直練琴不好 可是我覺得在那一個年紀 你剛有的一些基本學歷還是要有 我反而覺得一直練琴不是好事 我也覺得 真的 它不是不好 但它真的沒有多好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小 就是怎麼講 小孩們練琴 因為我們其實曾經有做過 一直就是關於 就是很多就是以前的大師們在 怎麼樣看當時的學生 所以就有提到說 其實很多人就是手指運動 在練琴練練就是手指運動 那其實並沒有花時間在思考 這也是目前我覺得在學音樂的 尤其是音樂班的小孩 真的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 我也會聽到家長說 小孩練琴都練不完 然後學科也來不及哭 好像要擇一這樣 家長其實很愛講這種話 學校怎麼跟他溝通 我先講家長這一塊 有一些家長很妙喔 他覺得說你就去練好琴 學科你就有空再練就好 然後有一次我遇到一個家長 他就跟我講說 我都已經叫我兒子趕快去練琴了 音樂史的報告我都幫他寫 然後那個什麼報告也都幫他寫 可是我聽到我笑不出來 而且還是國中要升高中 這為什麼家長要幫他做這些事情 因為國中升高中不用看學科嘛 你只要過門看就好 所以這其實是有一種 惡性循環的一個因子在裡面 那你說現在要解決這種問題嗎 我不覺得國家會走回那種 國中升高中要看學科的這件事 那其實蠻吊詭的一件事情 你國中都不好好顧他的學科了 你知道高中 就更不可能 就來不及了 基礎沒打好 其實後面真的是很麻煩 這個問題其實會慢慢的一直出現 我覺得可能會影響到孩子們 對於學音樂的一個方向可能會有一些 我覺得家長的態度其實 我覺得在這整個事件或整個大環境當中 它是一個很關鍵的一個角色 然後的確我在面對 因為大師班的關係 其實面對蠻多家長的 那我覺得家長 絕大部分家長 不能說全部 但絕大部分家長的確會讓我覺得 他們的 他對於他們的小孩 練琴這件事 就手指運動這件事 他們非常在意 因為那是他立刻看得到的 對 他看不到的是那些 比如說需要潛移默化的東西 對沒錯 需要思考的東西 在他眼中那些東西是沒有KPI的 他不能量化 對 他就看到手指練好了 練好什麼東西了 就好像覺得一切都好了 對然後比賽有得獎 分數很高 期末考成績很高 家長就放心 我覺得 如果說家長把他的小孩念東西 比如說他是念物理化學 或者他在念數學 你可以這樣看 那OK 因為他是學科 但音樂不是那樣子的東西 就是說 把琴練好這件事情 手指功夫練好這件事情 只是所有整體當中一小的環節而已 但因為你看得到那個東西 看得到那個樣子 成果 所以你都覺得那是最重要的 對 所以其實我們在辦大師班之餘 我們也看到這個家長的問題 其實家長不是問題 因為整個環境 並沒有給家長一些刺激 他們真的也是從小被灌輸 就是比賽考試成績 然後你就可以 可以上武林 可以上師大附中 糟糕這樣講會不會 也可以上其他的好的學校 然後就上北一大師大 類似像這樣 所以他們其實是 家長的格局跟刺激 也沒有那麼大 了解 所以我們最近這幾次 這一年 應該是這樣講 是有打算要開放 也已經開放家長 一同參與所謂的大師班講座 那雖然他們都不是這個專業 對 可是他可以藉由就是大師在指導 學生的那樣子的一個內容 對 他去了解 其實學音樂真的不是只有技巧 技巧只是你最低的門檻 就是說你練的東西 那接下來呢 不是靠技巧去成就 而是要靠你各個多元的一個學習 甚至你腦筋要動 曾經有一次可能大師就是在講一些音樂的感覺 對 比如說像大海一樣的寬闊 然後不知道講了十次二十次 那這小孩子就是沒有去過海邊啊 因為每天都走在我們前方裡面練琴 他哪知道 對 他哪知道大海遼闊是什麼感覺 他住在台灣沒有看過大海 沒有 只是舉個名字 就是很難想像吧 對 所以就是說 這樣子的一個想像力 其實孩子都有 比較明顯像 因為我現在也是一個 就是國小國中音樂班的品見委員 那有一次我感觸非常深 就是我去到國小去品見音樂班的時候 然後這些小朋友他們都非常天真無邪家 愛好音樂 每一個都認為自己以後都可以成為獨奏家 對 然後那個熱情啊 真的是讓我非常非常驚訝 結果呢 到了國中之後 死了一半 所謂死了一半就是問他 你以後要做什麼 不講話 為什麼 因為他可能開始有升學的壓力了 科學的壓力 到高中更不用講 你可能問一個問題三十分鐘之後 還是一樣沒人回答 對我真的覺得現在做大師班 真的好累 我覺得我如果是那些大師 就那些音樂家 我會受不了 因為我又 你追你不是大師 我最後每次看他說 你怎麼還不回答 你怎麼還不回答 然後音樂家就想說 你是不會講英文嗎 然後我經常就是說 他要回答就開始回頭看媽媽 對 高中還是這樣子 也是會啊 就直到高中 甚至大學 我看過有大學的大師班都會這樣子 對 我就有點傻 我會想說 你都沒有感覺 或是說不太清楚台上的老師在講什麼 就是 所以你說跟十年前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就是整個 對於學音樂的一些初心跟初衷 可能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被遺失掉蠻多的 所以我們現在也一直在找回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對 了解 那因為生在這個環境裡面嗎 總是會接觸到很多比賽吧 對 就是目前學校會鼓勵學生去參加國際的比賽嗎 當然啊 我們超級推薦跟鼓勵 可是呢 剛開始在 會怎麼樣培育他們 或是說怎麼樣 其實我們在課程裡面 因為其實你也知道說學音樂的小孩 一班三十個對不對 可是這三十個就有三十個不同的個性 那為什麼要特別講個性 難道普通班四十個沒有四十個個性嗎 事實上是普通班他們課程是比較一致的 比如說上數學課 也就是全班一起聽 可是音樂這種東西是有關乎 就是自己在個性上的一些 對 我覺得都是音樂跟個性很有關係 對 所以就變成說 剛開始在鼓勵這些孩子去比賽的時候 他們眼中跟腦中就只有全國音樂比賽 對 那很可惜的呢 全國音樂比賽也只有三分鐘 五分鐘 甚至頂多 對他們沒有演奏全曲 對 所以這樣也是導致一個問題出來 可能前面三頁練得特別厲害 很糟糕 這真的很糟糕 我這個可以講嗎 講啊 因為這真的很糟糕 我覺得值得講 有一年在考那個高中連招的時候音樂班 然後我去平復修的那個場地 結果呢 有一個孩子 他彈到一分三十秒的時候 他就停下來 因為他的老師 只教到那邊 只教到一分半 因為每年幾乎都是一分半嘛 可是那一年考試的人非常的少 所以在評審會議的時候 我們就說好那我們聽兩分鐘 結果他就停在一分半 好有停下來 還算不錯的case 另外有一個學生 就一直在一分半的最後一個音 我最記得是拉 中央拉 一直在那邊重複彈拉 彈到兩分鐘才下來 所以當場我看所有的評審 傻眼吧 一直忍住 因為不能笑啊 笑你就被告啊 所以 他笑喝被告 你影響 取笑的學生怎麼會得了 沒有 你讓我們那麼想笑 我真的沒辦法 對 我就看數人一直在折 所以這其實也是有一種 也算是要性循環啊 所以剛剛回到說 我們怎麼樣去鼓勵學生去參加比賽 第一個遇到的困難就是 他們群目量不夠 對 因為國際大賽 台灣的學生真的群目量真的太少了 光第一輪可能群目就都沒有辦法 完整 對 所以幾乎跟國際大賽決議 台灣的音樂班其實很多 不管是老師或什麼 他們在教導學生 常常就一學期就這麼一兩首 對 其實就是為了比賽 其實我覺得台灣音樂班在很多 其實我覺得在大環境下很多就是 是為了比賽為目標而去練習的 就是這種 因為我自己在帶音樂家來台灣嘛 然後有看到不錯的學生 音樂家有看到不錯的學生 想把他帶回自己的國家 對 經常 對 經常會這樣子 然後在帶過去的時候 然後音樂家就會問那個學生說 你手上有什麼東西 然後學生一回答 就是 就是程度非常好的學生喔 一回答出來 那個老師就 就有點三條 就滿點三條線的感覺 但表面上沒說 私底下他跟我說 他這個量根本不到 他自己那個學校 他學校是法國啦 就在法國同樣年紀的 音樂班的學生的三分之一 就是說曲目量喔 三分之一都不到 他說如果他要決定要來法國的話 他必須要就是打掉重練 所以很多人出去就是都打掉重練 對 而且重練是不管是 就是執法或是那些東西 而是你所有 你練習的所有模式 然後量那些東西 整個都 所以我就覺得喔 原來在台灣這麼幸福啊 幸福啊 一學期 我那時候才知道這件事情 說原來台灣的音樂班學生 原來一學期只要練一手到兩手 其實這樣一講 真的跟那個比賽很有關聯 因為我覺得全國音樂比賽 真的是我們小時候 視為好像唯一的目標 那種感覺 我最近還聽說 為了全國音樂比賽 然後不出國去考 國外的音樂院 可能是一件衝突 也有可能是疫情的關係 好 疫情我可以理解 如果是前面我整個大傻眼 所以就變成說 他們會認為這個全國音樂比賽 是一個很重要 家長也會這樣認為 可是你要知道 台灣的全國音樂比賽 拿出去是沒有一間音樂 是可以幹嘛 對 沒有一間音樂院是 而且他也不到一個大賽的規格 還越遠 所以這樣的刺激 就讓我開始去想到 我如何在課程裡面 或者是說 用這樣的課程制度來培訓 真的有心想要走這一條路的孩子 所以我們就開始有一個 演奏人才的一個策略 跟培訓計畫 那最主要的 那怎麼徵選啊 徵選就是一剛開始進來 因為這最早期是 源起於我們的諸校藝術家 陳玉翔老師 那他也是台灣之光 那時候他回來台灣的時候 也是因為有一些原因 他有短暫回來台灣過 那有一個機緣上 我們就跟老師聊過天 那老師呢覺得 其實台灣 擁有這麼好的音樂班制度 應該是可以用一些課程 來幫助這些有天分的小孩 或者是有心想要走這一條路的小孩 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們就跟老師合作 那這整個合作的計畫就是 從所謂的比賽開始 那徵選的話呢 當然就是 你當然程度很好 你可以來徵選 如果你程度沒有到很好 可是還可以看 但是你有心想要走這一條路 我們也會培訓這個孩子 那當然他們的曲目量 絕對不會跟其他的同學一樣 所以他們的考試就是 以音樂會的形式去呈現 他可以不用考數科期末考 因為數科期末考可能那時候還沒改的時候 可能就是三分鐘五分鐘 可是他卻又要比其他的同學 一定要有曲目量出來 那你至少曲目量出來 任何一個國際的小比賽 現在國際大賽多到 對啊 太多了 你不用一下子想要去比那個最大的 比一個小型的 區域性的 可以從最小型的 可是是國際比賽 你可能可以跟至少十國以上的青年選手去PK 那你至少曲目量要夠嘛 所以我們就利用這樣子的一個分組 讓有興趣走這一條路的學生 讓他有更多的機會去練琴 累積自己的曲目量 甚至我們一個月開一次音樂會 那他慢慢的接受到這樣的一個刺激 那現在每個人 你叫他彈二十五分鐘到三十分鐘的曲目 通通都有 就隨時在手上 隨時 所以為什麼彭博帶來的大師班隨時都 就可能有學生 對 我覺得常常帶大師班來的時候 學生最大的問題是 他拿不出曲子 沒有曲子 對 很多人 這也是一剛開始在辦大師班的困難 這件事也是我剛開始在做大師班 我其實很納悶的事情 什麼叫音樂班的學生拿不出曲子 我無法理解這件事 因為上個學生你考過你就會忘掉了 忘掉之後你現在練習就要練習的 這有什麼難想的 這只是不妥而已啊 我想說音樂班不是都在練習嗎 對啊 那怎麼會沒有曲子 對啊 你不是音樂班不業 這不是暑假其實上課的狀況也更不太能掌握 對 所以暑假如果兩個月空白掉的話 學生真的是上課都沒在練的 就是那時候 有可能喔 當然認真的話應該是 現在比較多是這樣的狀況 對所以你說 喔這樣子啊 所以為什麼我們辦大師班可以這麼成功 其實是從各方面的角度去看到學生問題 看到制度問題 然後有去做改善 所以呢我們的期末考就是全部都談完 全部都拉完 哇 那高二人還貴 評審老師直接已經流傳開來 真的喔 因為大家會說 喔要去武林評審 喔好 睡飽一點 因為他們高二會 比如說小提琴組好了 被規定就是邪奏曲 喔是邪奏曲喔 不是一個樂章 是全曲 伴奏老師也是 對 伴奏錢很難賺 對 伴奏錢很難賺 本來以前可能彈前五頁就好 現在是五十一頁都好 而且我們發不得選那幾槓 你要不要幾槓 就是 要彈兩個音就結束了 對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算是一個配套啦 就我來講 我覺得你今天要完成一個目標 至少比較像樣吧 對 你怎麼可能只有彈三分鐘五分鐘 真的不要講 講出去會被其他人笑死 我說國外的這些教授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這幾年來改變最大的一個地方 那當然老師會抗議啊 對不對 比如說數科老師他會覺得 我怎麼可能上得完 所以我剛開始在改這樣子的一個 評量制度的時候 的確遇到一些阻力 那一群 好外屏 用外屏老師 然後就鬆弱 這樣講其實蠻可怕的 不是一個喔 對 是一群 可是那一群 我幹嘛 可是那一群呢 還琢磨在這邊 我還被攻擊 那一群呢 我都不敢講話 那一群就派其中一個 K.O.A 然後就來辦公室 就說 為什麼要考全部 我這大三大四的學生 都彈不起來 那你們憑什麼要全局考完 為什麼大三大四的學生會彈不起來 所以我就回答他說 所以咧 所以咧 然後那老師就三條線 一句話也回答不出來 然後就走 所以我覺得有一些改革 的確是會流行 是好的啦 對 可是如果你覺得這件事情是 對孩子的未來 或許當下可能看不出來 如果這是一件對的事情 我覺得大家都應該要堅持下去 對 那你回頭來看 你怎麼會有這樣子 不怕流血 我也不知道 真的嗎 真的我可能是個性就是 就是認為堅持 因為你好像到武林之前 是在宜蘭 對 所以在那邊開始 你就會有很多很多的 這些改革的 沒有耶 我在宜蘭其實 到了武林才開始 其實我本來不想當老師 真的喔 對我不喜歡當 所以你原來是想做什麼 就是 就自由業 像婆婆這樣 大老闆 沒有比較好 真的嗎 我現在很羨慕你 沒有沒有 對 所以剛開始我並不是 那麼想要當老師 那就是有一天 在瀏覽網站的時候 就看到 武林高中音樂班 坎缺 那桃園嘛 我是宜蘭人 我也從來沒有想過 說要出來 可是我看到音樂班 三個字 我就動力非常的強 然後就被我朋友罵 他說你神經病喔 音樂班耶 我說音樂班 他說那家長很恐怖耶 學生很難搞耶 我說不會啊 這種才有挑戰性啊 所以我就出來考 然後第一次考教師 正式教師 然後第一次就考上 考上 對 太有天分了 沒有沒有沒有 聽說當年很紅洞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紅洞 因為很多人都 都考很多年啊 真的喔 真的 這才是常態 我覺得運氣 運氣真的很好 的確那一年考試的人非常的多 那也有一些是國外博士剛回來的 也是有 那也有在地 對也有在地專任 在大學兼任 蠻久的老師 可見武林真的很吸引大家 對 所以就是這樣 上了賊船 所以就 所以就必須要去往前開 上了賊船就來大開殺戒 沒錯 所以在此之前 你跟也不太認識陳鈺財老師 都不認識 完全不認識 完全桃園的老師都不認識 我是Local 宜蘭在地卡 對 所以對桃園 所以我覺得這樣也比較好 比較沒有包袱 比較沒有包袱 我也不知道桃園 我最記得是 我來桃園上班的第一個月 還是找不到武林高中怎麼來 一個月囉 因為我覺得桃園好奇怪 我剛剛也是 不是吳玉婷 他是圓的對不對 真的 有一些環道 對外環道 我就覺得奇怪 怎麼往右邊走 也可以走到武林 往左邊走也可以走 所以我每次都是不一樣的路 沒有一次是固定的路 所以其實你本身就是一個 蠻愛挑戰的人 對 可以這麼說 那你原本的專業是 我主修作曲 那放下作曲這件事情 對你來說 沒有放下 沒有放下 你還是有在創作就對了 沒有啦 當然是創作是 退休以後的事情 你也知道 因為創作它必須要一個 蠻完整的時間 對 然後必須要心無旁駛 才對我來講是這樣 比較能夠 所以 執教職之後 當然作曲創作這件事情 就停下來 可是就是轉戰到 所謂的教育這一個部分 對 你覺得目前武林高中啊 因為在這幾年 逐漸成長之下 跟北部其他的學校比起來 就是他最大的特色 為什麼 先轉時間 可以嗎 可以 桃園勢力武林高中 音樂班 超讚 其實這個很重要 明天就要撕榜了 怎麼辦 可是這不是直播啊 沒關係 那我可能還要給你們 廣告費 對 因為我覺得 武林高中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 我覺得最大的一個點就是人 對 因為音樂班的老師 非常的團結 然後其實非常的有愛心 對於這些學音樂的小孩 對 所以我覺得最大的不同點是在人 很多人就說 你武林好棒喔 是你宜君組長怎樣怎樣之類的 我每一次都跟他們講 沒有團隊沒有同事 我不可能 我每次帶音樂家來這邊的時候 我會覺得那個辦公室 就是音樂班的那個老師們的那個辦公室 是一個有活力的一個地方 但有很多老師就是 應該說就教學老師來來去去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那些職員啊 然後帶音樂班的老師們 其實是我覺得是彼此會互相cover的 因為我們在做很多事情是同時在跑的嘛 對很多活動同時在跑 所以我可以感受到他們互相在cover 比如說那個一小時時間到要去叫 叫誰上來 叫誰上來 叫誰下去 這種事情 其實很detail的事情 但你會感覺到那個 音樂就是那個辦公室裡面的氣氛 它是有在run的 我覺得那個感覺 大家可以互相支援 這只是在職場來說是蠻不容易的一件事 對不止彭博講過 剛開始也沒有發現這一點 對然後也是蠻多演奏家來的時候 或者是其他長官來的時候 有感受到這一點 所以我覺得武林音樂班 跟人家比較不一樣的是人 對 並不是一個人就可以做得到 所以其實也是給其他的學校一些想法 就是如果真的大家想要為這樣的環境一起來努力的話 其實一個團隊是相當的重要 對對對 其實剛剛有提到就是說在辦公室裡面 其實我自己印象最深的 的確除了組長之外 對就是我覺得那個阿姨 在裡面負責很多雜物的阿姨 雜物 很煩雜的事物 很煩雜的事物 他是我們地下老大要爭取 你知道嗎 這些校友回來不是看老師 真的就是來找阿姨 我經過的時候也會跟阿姨打招呼 因為我即使帶音樂家來這邊 兩三次之後阿姨也認得 然後阿姨又來了 我就覺得還蠻 很窩心 對其實還蠻窩心 我就覺得其實真的一個辦公室裡面那個氣氛很重要 但我的確覺得阿姨還蠻關鍵的 對 他現在會負責哪些事情 讓整個 你想得出來的全部 真的 對阿 像是琴房登記 是不是還是他要看著 其實比較 我覺得比較感動就是 高中生嘛 經常會有一些感情的問題 而且我們又是 感情的問題會找他喔 當然 不會找你嗎 不會找我幹嘛 一定巴掌下去 要去練琴 對啊 所以他們還是有一些心裡的話 會想要跟阿姨講 會找一個宣洩的 對 因為我們學校很特別是 少有的男女和班的學校 所以這種問題其實層出不窮 對 層出不窮 對 所以其實阿姨在這一方面 給學生的照顧是一個蠻全面的 對 所以就像我剛剛講 武林樂班之所以這麼不一樣 其實有很大的因素是人 真的是 對 所以我們今天並沒有說 特別要來宣傳武林樂班 多怎樣怎樣 我希望你可以宣傳 因為我們一聊 就會聊這些事情 因為其實在大環境底下 我們也看到很多 不管一開始說少子話也好 不管是大家對於音樂班 已經稍微有點失去信心的也好 我覺得 透過你這邊講這些事情 我覺得會讓大家會更清楚 一個音樂班 如果可以有一個 不見得是轉環 但是在這麼大環境 從頭限制之下 你還能做什麼 我覺得 武林這邊的確提供了 我覺得一個非常積極的參考目標 對 因為我也想鼓勵其他 就是有音樂班的學校 因為現在大家一直在講說 音樂班轉型 音樂班關掉之類的 其實 就一個長遠的方向來看 它是沒有必要關掉 那你至於轉型 是要轉到什麼型 流行音樂嗎 或者是 對 所以可能每一個 在這個教育工作的崗位上的老師 可以多一些交流 跟一些討論 或許可以找出一個 在台灣培訓所謂的專業人才 這個專業人才 不一定是演奏人才 他可以是音樂人才 音樂人才佔75% 剩下25% 因為真的是有天分的也沒那麼多 25%的人 他也要得到幫助 我覺得現在有一個困境就是 好像我們少數人獲得一些資源 就會被人家一直 檢視 放大檢視 對 所以這也是我們在經營音樂班的一個困難 因為本來音樂班就不容易被了解 對啊 而且真的你說音樂班的學生們 畢業之後能夠做什麼 因為畢竟真的 也就是演奏市場或教學市場 相對 就是我說音樂的演奏跟教學市場 在現在已經相對飽和了 對 那我想那個職場的 就是說等到他們出社會的這個職場的選擇 還有這個面對這個社會壓力 我覺得完全不輸給其他科系的學生們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音樂班 某種程度也可以給這些 其實開始要面對未來 開始意識到要面對未來的這些學生們 一些參考或是一些option 讓他們知道這些東西可以選擇 所以其實台灣在人才的養成 早期就是讀書考試讀書考試 其實人家歐美在人才的養成是 從小開始發展興趣 然後探索興趣 到了高中之後 你已經開始確定了 你如果到大學才去那邊 在所謂的去尋找 我覺得這樣其實競爭力都 但台灣人都是這樣子 這沒辦法 台灣已經在那個大環境下 都是到大學還沒想 我想做什麼 我可以做什麼 所以反過來看 其實在音樂班很幸福 因為你在高中就已經確定 你是未來是極大可能的機率走這一條路 那現在可能就是剩下就是 你是要走專業的演奏路線 還是音樂人才或跨領域 甚至評論人才 像彭博這樣子 我們沒有 董事長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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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你看吧 我們的工作飯碗都被彭博 照理講如果你是學音樂 你是不是應該也有能力 像彭博這樣子的一個身份 因為他一直對音樂有很大的興趣跟貢獻 這個我覺得是很重要的點 不會剪掉 不會故意聊著 我要陪養人才來幹掉你 對 跟我競爭 我歡迎所有有興趣的人 可以跟我競爭 沒有我覺得真的需要那個 我覺得需要活化 我覺得這個環境 我們擔心的就是餅不夠大 我們其實共同擔心的事情 都是餅不夠大 所以我覺得餅要做大很重要的關鍵就是 在看著這塊餅的所有人 要努力的去把這塊餅撐大 對 沒錯 我覺得這比較 這真的蠻重要 那開錄之前我們也有提到說 這個音樂班在現在有一個轉變 恐怕是一個還蠻好的 現在是蠻好的timing 對 那我想請老師聊一下 就是我自己的最後一題啦 是說 你覺得為什麼現在是一個好的timing 然後以及 可以怎麼樣一開始來改變 這個破口 破口 對 我一直認為現在是一個 蠻重要的契機跟關鍵 當然除了有新客綱的出現 很多人可能覺得 對新客綱不瞭解 會對他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 可是因為我們從剛開始制定課 剛一直到現在 對 其實音樂班就是一如往常的 照這樣子在持續的進行 那現在目前我所謂的契機就是 大家已經看到所謂的音樂班 有一個團結的力量起來 以往你也知道音樂班的學生 都是自己獨立一個琴方 對 不太會跟人家溝通 對 不太跟人家溝通 可是我們現在的狀況是 這些高中音樂班的組長們 都非常的有心想要來經營這一塊 所以我們串聯起來有一個專業的教師社群 那利用資源共享這樣子的核心價值 讓大家也能夠跟著武林高中所 延伸出來的這些課程一起前進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契機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 蠻多台灣之光回來之後 其實他們心心念念 真的是台灣這一塊土地的音樂專業教育 所以我們也跟這一些老師們 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 那他們也非常願意 就是到18歲以下的這些學校 因為他們也非常清楚 18歲以後可能機率會 機會會比較少 對 所以就是藉由現在大家都已經看到 武林高中 改革成功 課程活化 甚至這個目標是很明確的 那願意有很多老師一起來寫助 我覺得如果這一個地方可以讓他 把環境給建立起來 把一些對的事情 稍微去把它扭轉一下 是有機會可以在地人才自己培訓 對 像韓國一樣 這個真是很延大目標 不會讓他有一些具體的做法 我覺得就可以一步一步 我以前一直覺得台灣市場腹地真的很小 我覺得要做到這樣一條龍 就是每一層都要有非常積極的人去 把這個領域的所有交跟學 跟所有的相關的配套措施都弄好 感覺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一定要團隊 所以我們的slogan就是一起前進 好立志喔 藝術的意一起前進 我們是八八路線 八八路線 我臉都皺起來了 對啊 我就說今天 怎麼會這麼立志的 這樣能通過三萬嗎 不會不會 我非常喜歡今天的訪談內容 你呢 今天蠻好玩的 被批的 我還用被批的 很好啊 很好啊 可能那個炮口還沒大開這樣 我覺得該講的重點都有講到 然後該真邊的地方也都有碰到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結束了 今天謝謝怡君組長來跟我們分享 謝謝鳳波 今天我們節目就先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 OK 掰掰